这是不是他们首相官邸啊 看一下 这是首相官邸 中马剑交了五十周年 他应该可以让中国人进去了 真的出来光要体力啊 才能把上面体力好啊 啊 我跟鲁鲁鲁 自由行一个你过来过去 啊 去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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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背景点 拥有250级梯阶 从下往上看 这些梯阶无限延伸 相当壮观 夜幕降临时 灯光照亮了整个阶梯 呈现出迷人的光影效果 攀登完这250级梯阶后 你将置身于高处 俯瞰这美丽的不成风景 湖泊景色 尽收眼底 如果你担心炎热 最好选择傍晚十分前来 凉风袭袭 或许还能欣赏到夕阳西下的绝美景色 别忘了在入口处 背靠着Tanga Putu Jaya Steps 留下这难忘时刻的照片哦 一个人硬是走过来了 走到这里 这个地方不容易啊 从走到这个地方来了 吉拉坡的冷门景点 流水花园摩洛哥宫殿Estoka 超 吉 美 以为走入了摩洛哥 这是一个很少人打卡的小众景点 一百年前KL有不少摩洛哥人定居在此地 这边的阿拉伯人也以摩洛哥建筑为美学标准 建造了这座清真寺 这里一湖而建 周围是树林和公园 几乎没有游客 进入参观是要买门票的 内部拍照要另外收费 现在这个时间正好关门了 在外部拍摄和参观是免费的 在外部拍摄和参观是免费的 内部拍摄和参观是免费的 请不吝点赞